非凡现在 你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其实 在民进党的新境界智库担任董事 主要在选举过程当中 我协助一部分的外交国安 跟两岸一些政界的一些讨论 好 那好像现在蛮国际化的 你现在的工作性质 那很忙吗 需要常出国吗 这阵子是比较常出国 我其实自己也蛮讶异的 因为选举结束之后 选举前其实就已经有 非常多国际媒体关注 那很多国家的代表团 都纷纷来到台湾 那选举之后 其实国际社会 还是持续关注台湾 那所以这阵子蛮多 来自国际上面各种邀请 包括我前一阵子到华府的 这个John Hopkins Science 这个华府一个非常知名的战略学院 约翰霍普金斯的这个战略学院 去做一个演讲这样 用英文演讲 是 哇 这个是实力要很坚强 我们知道其实 非凡从这个十年前的学院之后 他陆续的完成台大的 这个政治学硕士 那么也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拿了一个政治学的硕士 所以其实 这一路也受到相当的熏陶 所以您现在专注在 两岸国际可想而知 那我们现在看一个题目 就是这一两个礼拜才听到的 就是美国的这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阿基里诺有讲 就是几天前而已 他说中国将在2027年前 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 那你们的评估这个情势呢 现在两岸上面的情势 当然各方都有非常多不同的评估 其实即便连华府的这些战略智库 以我所理解的 其实对于中国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 会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每个人预估的时间点 或是会不会 都还有很多不同的评估 那当然因为印太司令部 当然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 一个意见 那这代表美国军方 一定程度上面的担忧 那所以我想他们在提出 这个时间点的预测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 区域周边的各个国家 应该要有所警觉 那也要有所准备 对 也敦促台湾应该要做好准备 好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非凡 来到节目现场 因为刚好十周年 也就是这个太阳化学院十周年 那么其实十周年过去了 太阳化学院能产生的影响 应该逐步也看得出来了 那您觉得这样子的 当时的那一季的事件 到现在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 它改变台湾的命运 那所谓改变台湾的命运 其实我在很多地方 都跟国际的朋友分享 因为十年前 你看十年前台湾的 整体的这个社会的环境 跟当初政府给大家的宣传 其实都是台湾唯一的 这个经济的出口 跟未来的出入 只有依靠中国 这是十年前马政府 告诉大家的事情 那当初很多的这个 即便台湾国内的媒体 其实你看那一阵子的新闻报导 大多数都是中国哪一座城市 又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 什么新的机会 那这个年轻人应该要到中国找工作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宣传 那再加上国内的整个经济环境 在那时候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是22K 就是因为为了当年 为了降低这个失业率 所以所谓制定了这个22K的政策 大学毕业生起薪 被设定在22K 那导致很多年轻人 确实在那个时候会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到中国去谋生 找工作 机会会不会比较好 所以那整体而言 那八年在国民党执政底下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磁吸效应 但是因为太阳花运动的关系 我们把两岸的这个 服贸协议给挡下来 避免台湾更进一步的 在经济上面锁进中国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 对台湾命运的一个 很大的转捩点 那随之而来的这十年 其实你看到 后来2017年18年 美中贸易战发生 后来在2020年的年初 开始的这个COVID-19的 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那中国的经济跟 这个受到很大的这个重创 再加上说跟中国 这个经贸依存度 往来非常高的这些国家 也都连带受到 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们真的得庆幸说 十年前十年后 这样相比下来 我们没有把自己的未来 完完全全 灌注到这个 中国这个篮子里面 但是您的言行谈吐呢 我看起来中国 对你盯得很紧啦 像这两天批评 其实前两年也针对 您的想法看法 做了批评说 您是顽固的台独分子 被列在名单当中 你知道吧 我知道 我看到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我想 因为在 我被列为 所谓的这个制裁的名单 其实跟这个 肖副总统当选人 被列为制裁的名单 是同一个事件 就是我们在一起 被北京列为 这个制裁的对象 但是实际上 我们也一直不断 希望能够呼吁 北京当局 其实绝大多数台湾人 都希望和平 两岸和平 那也希望能够 跟中国正常的交流 在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的前提底下 大家能够 能够正常的交流 但是我觉得 一些比较 这个 从北京发动的部分的 一些这种 比较政治性的 一些作为或措施 其实对于两岸关系 并没有帮助 对 这个学运世代 在台湾的这个 不认识社会 社运的史上 或在政治史上 都是非常关键 很重要的 我们先不提 太阳化学运 再提更早的 野百合学运 我们统计一下 野百合学运世代 后来呢 从政的人呢 也非常多 那么现在列上来 在镜头前 您看到这多位 都是当年都参 从相当不同程度的 参与了这个学运 那当时这个野百合学运呢 是全台湾都有 不是只有在台北 那有人从中部 有人从南部 所以呢 几位在台面上 你看从政的 现在都是各地方政府 独霸一方 或者是在中央 做尽了非常多历练 只是学者专家 所以现在都是 是国家的领导人层级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太阳花学运呢 来我们看一下 从政人物呢 其实现在还在 转变当中啦 有一些看起来就是刚崛起啦 或者刚立足啦 但至少都出现一个状况就是 现在大家大致上在四个 存在于四个政党左右 有大家就比较经典的就是过去是时代力量 但时代力量自己本身的变化很大 那么您跟这个吴征呢 现在是在民进党 那么像苗博雅呢 是要维持他的社民党 那么当然有一部分的是时代力量的 那像黄姐现在回到了民进党 那么其实大家逐渐的走向政坛 那您的看法是当初你们都有这个预期说 因为对政治的热衷 对社会活动的热衷 所以一定会从政还是说 本来就是打算从政 我觉得每个人路径不太一样 每个人的这个人生的设定 跟对自己的期待不太一样 对于政治到底是不是要参与 还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 我觉得每个人的角度真的不同 那其他人我无法替他们代言 但是我自己的角度比较是 因为我加入民进党的时间是在2019年 那2019年那个时候 其实因为民进党刚在2018年的选举大败 那我印象还非常深刻的事情是说 因为我当初在这个17年到18年之间 2019年我在人在英国念书 那我在19年的年初才回到台湾 那那个时候在英国的时候 其实18年的年底 我就已经感受到一个非常庞大的焦虑感 就是你看到那个时候的寒流 就是韩国瑜的那整个现象 跟他所卷起的一种 我必须说在价值立场上面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政治势力 那当年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有好几项进步议题的公投 包括废盒 包括这个婚姻平权 等等这些零零种种有非常多的好几个题目 但是你发现2018年投票选举结果投出来 是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就是台湾社会还是为数不少的一群人 其实想法各方面不见得是跟我们一样的 那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当然是一个蛮大的警惕 然后就是我们在2014年太阳化运动结束之后 有一种比较理所当然的想法 觉得说这个国家的改革就会一路顺遂的 慢慢朝进步改革的方向前进 2014年太阳化运动 然后年底的这个地方大选民进党 这个取得全面性几乎是非常大幅度的胜利 到16年蔡英文总统执政 那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推了若干的改革 包括当时年轻改革 然后这个一项一项重要的这些进步价值的推动 其实对我来讲那是一个 好像我们正在往更光明 更好的方向前进的同时 但是社会当中其实有另外一股力量 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声音 那韩国瑜刚好是这个载体 那包括韩国瑜那个时候言论 各方面的论述 确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所以我19年的1月回到台湾之后 我没多久就被这个 罗文嘉秘书长 然后佐荣泰主席 网罗 对 早去肯谈了一番 那也在那个时候 我跟蔡总统 跟这个当时候总统府秘书长 成局秘书长 其实有过机会深聊 那包括说对台湾的未来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把 过去这从2016到2018 2019 这两三年之内 推动的这些进步价值 怎么样巩固住 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 最后是国民党重新回到 执政台面的状态 每一个人选举好像大多数是以选民进党为主的 看到台面上面这些朋友 其实他们也不是第一时间就都加入民进党了 比方说以吴征 先前他也参与过时代力量 那黄杰之前也参与过时代力量 那他们后来从时代力量离开之后 也不是马上就加入民进党 他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加入 那曾伯渝也是 曾伯渝当初其实参选的时候 是用这个绿色盟 是用绿党的身份 那这个文学到目前为止 他都还是这个武党籍的身份 对所以其实每个人的光谱 跟这个加入民进党时间点跟考量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觉得大家这些成员 应该彼此都是朋友 那会做什么样选择 大家就彼此尊重了 对是 您刚刚解释了 为什么加入民进党的时机点 跟那你当时的考量 当时其实对民进党讲是一记抢新针了 那你最近才刚刚透露一个说 当年时代力量有成员说 要支持韩国瑜当总统 认为这样对时代力量有助益 那当时你就会觉得 这个这样子并不是很妥 你可以重塑一下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它是有一个脉络的 这个其实是我前几天在跟一些年轻朋友在分享 刚好现场有朋友提问说 为什么我选择加入民进党 而不是其他的政党 那我再解释这个脉络 其实我在19年回到台湾之后 那半年的时间 在我入党的前半年的时间 林林总总我跟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跟总统泰主席罗文家秘书长 跟蔡总统跟陈菊秘书长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来回回的讨论 那我很感谢他们的邀请 因为这对我来讲 当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选择 那我那个时候其实花了蛮长一段时间 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从一个运动者的身份 一个政治的外围的边缘人 真的踏入到政治场域里面来 那我必须要承受什么样的攻击 什么样的代价 其实花了一些时间在思考这些事情 那但是当初确实同时之间 也有其他政党的朋友 包括其实实力的一些朋友 其实有找我聊过 那当初那个邀请的脉络 比较像是说 因为18年民进党选举上大败 2020年那一段时 就19年的这一段时间 还没有确定说 民进党能够真的顺利连任 在这个包括发生香港事件的 这个反送中运动之前 其实当然没有人说得准 说未来局势会怎么走 那我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实也是那个时候在跟一些 时代力量邀请我的朋友 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只问他们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说你愿不愿意支持蔡英文总统 继续连任 那让我们过去这些 进步改革的这些价值 虽然我们觉得可能 有些东西可以做得更好 做得更快 但这些东西能不能延续 那对我而言 如果说是国民党上台 或韩国瑜当选总统 那所有不管是 不只是服貌会回来 其实连婚姻评权可能都没有了 可能连我们推动的能源转型 非和家园 这些所有00种种这些进步的政策 包括转型正义 都会回到原点 那甚至不是回到原点 是回到一个 我们更不希望看到的状态 那但是在当初 确实我比较难从 邀请我加入时代力量的朋友 口中得到一个正面的答复 那我知道他们的顾虑跟考量 其实比较大是从一个 比较政治现实上的计算 但是我必须说 不是所有时代力量的朋友都是这么想 那我就不想去直接的点名 我正想要问是谁的想法 因为他们说如果国民党执政当时的时代力量 可能就比较容易有崛起的机会 是因为确实当初在实力的一些朋友 我必须说强调是一些 不是绝大多数的 您当时也算是实力的党员吗 不是 我没有加入过时代力量 这是朋友 因为我的这个参与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很多的朋友 从社会运动到这个政党里面 其实蛮多朋友参加时代力量 那但是我一直没有加入时代力量 那2016年 即便2016年的选举上面 其实我支持过民进党的候选人 我也帮绿色盟的朋友站台 我也帮时代力量朋友站台 所以这16年的时候我也很 至少我希望说 这些我支持的对象 不管是哪一个党的 我都能够尽我 一个比较独立的身份去帮忙他们 我都能够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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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能够尽我